我們說聲抱歉 今天下大雨 真的是車子停滯不動 真的是對大家說聲抱歉 一舉功急忙向股東致歉 玉龍集團執行長严辰力廉 出席股東會姍姍來遲 但拼國產電動車 可是沒再慢 百萬元就可以擁有N7 九十九點九萬元 國產第一台純電修律 那這間N7去年10月正式亮相 喊出首波預購一台在100萬以內 今年3月已經啟動交車 4月份取得台灣電動車銷售冠軍 接下來6月份N7再次開放接單 有望達成年銷售破萬的目標 N7第一波交車每月規劃 維持1200到1500台 預計9月前就能消化完首波預購訂單 最快6月將會啟動第二波預購 而正值交車期加上進口車銷量也回升 讓今年1到4月玉龍雲收 突破283億元 年增12% 至於玉龍的另一塊事業版圖 玉龍城 祝福玉龍城生意新郎 去年9月才在新店開幕的大型商場 玉龍城每年能為公司 譯住3.5億到4億元的租金收益 成為玉龍集團獲利經濟 開幕期間創下單日7萬多人士的紀錄 儘管事業多元 但玉龍集團主力還是聚焦在電動車 由中華汽車導入的MG4電動車 也將進入市場競爭 對上納智傑推出的英區 自家品牌對嘎 只能說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 金新聞 吳雅天宏偉濤 採訪到 想看更多精彩新聞影音 請訂閱按讚金新聞 並開啟小鈴鐺 接收最新影片通知